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给她做介绍 让她去陪当的的富二代和公子哥 说是只要吃吃饭就可以拿红包 那一位女演员已为楚轩无法拒绝这样的诱惑 但她的算盘却打错了 楚轩果断拒绝了她 楚轩当时很乐观地表示 我吃剧组的便当就好啦 对此楚轩觉得 一旦有了第一次这种行为 之后肯定会一发不可收拾 她不想被贴上这种 要靠陪别人吃喝玩乐才能上位的方式来发展 除此之外 当时甚至有一位知名导演的太太也要给她做介绍 将她推给一位已婚男 这位太太一开始通过各种话题来吸引楚轩的注意 两人熟络之后她就要给楚轩介绍男人 楚轩还以为对方是给她介绍男友 却没想到对方是一位已经四十多岁的老男人 更主要的是 这一位男性当时已经有了家事 要知道 楚轩当时仅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小姑娘 光是年龄上就和那一位男性不般配 更不用说对方已经有了家事 而这一位太太依然将她推向已婚男 各种缘由可想而知 一切都是利益使然 楚轩当时得知这样的情况之后 立马拒绝了这一位导演太太的推荐 虽然她对于对方的不怀好意感到很生气 但她当时也没办法 因为这一位太太的老公是一位知名大导演 不过她在这件事情之后 也和这一位导演太太断绝了关系 不再和对方有任何方面的往来 楚轩 1981年12月13日出生 原名陈嘉玲 台湾女演员 2012年英式演名是八点档 风水世家 中的林明会一角而被内地观众所喜爱 从而打开内的知名度 县卫名是凤凰艺能股份有限公司签约艺人 女星楚轩出生小康家庭 父母应从事或运业到日本工作 楚轩就像行李被丢到亲戚家 直到小学才见到父母 长大后得知母亲因太劳累罹患费结合 才体谅父母恩 母亲节她已投款180万买下卢州新房 希望给父母安定的家 艺人楚轩41岁生日时 明是八点档 市井豪门 剧组演员提前为她庆生 除了许愿收视率节节高深 大家荷包满满 她也很想要买一间透天错 把全家人都邀来住在一起 她小说这愿望好像很俗气 但可以享受天伦之乐 是她一直以来的目标 也持续努力中 好人员的楚轩分别收到两个蛋糕 被问比较想吃马国币 或是红毛送上的蛋糕 楚轩说两个都要吃 马国币透露自己是经过一轮激战 才能成为蛋糕首 这样才能跟女神靠近一点 说完就凑上去亲她脸颊 说这是你的生日礼物 剧中饰演马国币老婆的张可云 则趁机修理马国币 骂她太恶性了 寿星也许不要这个礼物 大家你一言我一句 快把休息室的天花板给先了 楚轩表示 很意外有这么多演员 在摄影棚一起帮她过生日 因为往年都是帮生日当天的寿星庆生 没想到大家知道她13日没有工作 还特别提早帮她过生日 尤其一次收到二个蛋糕 两种口味的蛋糕一次都吃到了 而长达一年多没拍戏的她 近日节拍金钟剧 日食游戏 挑战演出为了老公 儿女几近上流社会却迷失自我的角色 被问及戏外感情状况 首度松口已和爱情长跑九年的圈外男友分手 据媒体报道 虽然在八点当时常演出苦情侣 楚轩依然对婚姻有憧憬 并表示从小唯一期盼就是有朝一日成为贤妻良母 私生活低调的她鲜少透露私人感情 近日接受专访坦言二年前已和圈外男友分手 且随着年纪渐长 认为彼此如果价值观无法达成一致 宁可选择单身 因此至今仍未找到合适的另一半 而楚轩结束多年感情后 在2020年自己去做了动卵手术 一口气取出20颗卵子 原本以为只是小手术 没想到动卵手术之后 她痛到必须90度弯腰 几乎无法行走 还休息了一个多礼拜才恢复正常 且变得很感性也很爱哭 但刚好都对演戏很有帮助 笑说现在遇到难过的戏 就会哭到停不下来 甚至哭到金钟剧《日食游戏》的导演 要她适时把眼泪收回去 在台湾素有台湾宋慧桥之称的楚轩 也被影迷关心她的感情生活 秀丽的脸庞 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 白皙的肌肤 再加上绞好的身材 让不少男性同胞疯狂追逐 也有很多企业家借由找她拍广告名义 一趁机接近她 她都不为所动 笑说只要感觉对了 经济条件完全不是重点 乞丐也可以嫁 楚轩是各种感觉的人 她曾在台湾极高收视率的 夜市人声 龙飞凤舞 春花望露 等电视剧中与男主角王建復饰演情率 不仅时装具时尚俏丽 古装扮相更让网友直夸她是正妹一枚 剧中高富帅的男主角被她迷到 对她疯狂献殷勤 甚至不习装病以搭善意中人 不过她最后却放弃高富帅 选择了穷小子 这样类型的戏码对楚轩而言 戏里戏外感情观都一样 她从没想过另一半必须是高富帅 许多女艺人一心想嫁入豪门 不是她的终极目标 不择手段攀上高枝 也非她的所作所为 她豪气表示 感觉最重要 自己也有经济能力不用靠别人 拥有亮丽的外形 常在剧中饰演豪门千金的楚轩 私底下却因为从小与家人分隔三的 因此对家庭十分渴望 非常向往能找到一个24小时 无时无刻可以黏着她 疼她的男友 两人组织甜蜜小家庭 对于双宋大婚 她献上祝福 直言很羡慕自己的偶像宋慧桥 能找到一个真心对她好的 另一半共度下半生 她自己则是一个十足的婚姻完美主义者 憧憬爱情的程度 竟然是 只要看对眼乞丐也愿嫁 还表示 不排斥圈内人 并幻想 希望生很多小孩组成棒球队 培养未来的王建民 傻大姐性格的她说完 为自己的贪心哈哈大笑起来 大开内的知名度的楚轩 也是个十分有想法的人 她认为身为一个演员 就要把戏演好 私底下她会去观摩别人的演技 并多方吸收各种知识以充实自己 当有好剧本上门时 她就可以透过平时的自我训练 将角色完全掌握 绝不会亏对演员这二个字 也不会辜负喜爱她的影迷 这才是对自己负责的表现 不过这可苦了经纪公司 经纪人透露楚轩个性低调 鲜少在活动与综艺节目上献身 戏称她为最伤脑筋的艺人 抱持的想法就是乖乖把戏演好 就算新人时起月薪只有台币三万元也没关系 若钱赚得多一点 就会把钱花在家人身上 好让家人过得更轻松 凡是皆把家人摆在第一顺位 可说是演艺圈出名的笑女 虽然深处在五光十色的演艺圈 楚轩仁宝友如刚出道般清纯气质 拍戏在辛苦 她脸上依旧堆满笑容 十分敬业人缘极佳 热爱因乐 美食 享受旅游与生活的楚轩 对韩国情有独钟 喜欢吃泡菜 人生鸡汤 食锅拌饭 气质又有如韩国女星般清爽可人 也有许多韩国影迷 这令她乐不可知 有点宅宅的她正在积极学习韩语 未来若有机会与韩星同台 就可见她大展语言长才 这样一个用心又认真的艺人 这个被视为台湾最有潜力的戏剧女星 难怪幸运之心不断眷顾她 这么受观众喜爱了 演员张哲豪因演出 《多情城市》中的恶男 潘威廉一角 演艺圈打拼十多年 终于闯出名号 但她也因恶男形象鲜明 现身心系 黄金岁月 立刻惨遭网友狂酸 是没眼匀了吗 令她难过直呼 真的很受伤 提到戏中和楚轩的亲密戏 张哲豪笑颜 因两人身材都偏瘦 肢体碰触犹如排骨碰排骨 就像筷子兄弟 未拍吻戏 她事前刷牙三次 但正是拍时 却连亲十五次都是借位 不敢真正碰到女神方唇 双方脸靠得近 一度惹的楚轩笑场 她当下还以为长相吓到对方 频频道歉 对不起 我太丑了 还主动向对方 坦白靠身呼吸 压住身理反应 让楚轩美好气地 赏了一记大白眼 楚轩在社交平台上 贴出从背后 怀抱王灿合照 两人不只笑得很开心 还都穿大地色格文西装外套 在拍戏现场意外撞衫变情旅装 楚轩更写下 难道我们才是真爱 引起粉丝们直呼好 素配开心喊 在一起在一起 楚轩在八点档 黄金岁月 剧中饰演创业女强人 林怡芳与男友张哲豪联手对抗恶魔哥哥王灿 而王灿时常不满楚轩常常破坏他的好事 彼此互看不顺眼 却没想到两人戏服不约而同穿得很相近 除了痛时穿大的色格文西装外套 有一场两人还同时都穿深蓝色戏 一个是深蓝色西装套装 一个是深蓝色西装外套搭牛仔裤 默契好到让楚轩自己在脸书上写道 芳芳更生生 最近很常无意间穿情旅装 难道我们才是真爱 有网友则留言开玩笑说 阿芳不行少伟会森七七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他了 痛时可以关注一下大嘴的Facebook 大嘴鱼记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大嘴鱼记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